高雄一名女大學生在網路交友軟體 認識了一位男子 對方邀請他出來吃飯看電影 但又說自己是酒店少爺 要求女學生去購買點數 繳三千塊的保證金 女學生覺得怪怪的不願意付錢 沒有想到收到了威脅訊息 說有人正在附近監視他 遠景巡邏時接獲超商電源報案 有女子遭人威脅購買點數 疑似遭到詐騙 趕緊前來查看 什麼事 女子感覺嚇壞了 坐在超商的地板上 縮在一起 雨帶哽咽 跟遠景說明事發過程 事情就發生在高雄 這名十九歲的黃姓女子 和一名綽號為鼓鼓的男子 兩個人在網路交友軟體認識 聊了一陣子相約碰面 但男子說自己是酒店少爺 外出需要繳保證金三千元 要求女子去以購買點數的方式 繳納保證金 黃女發現怪怪的拒絕購買 沒想到就收到黑道傳訊息威脅 說有人在附近正在監視著 讓她嚇到躲超商求助 警方到場安慰她這一切都是交友詐騙 她是為了利用你現在恐懼的這個心理 讓你把錢會給她 而類似的交友詐騙案例不止一次 網路搜尋不少民眾都有分享 對方先用帥哥美女的照片 聊完天之後就約出門還要繳錢 不配合就傳威脅恐嚇的訊息 還夾帶斷手腳等恐怖照片 讓被害人心生恐懼 跟她確認現在要用來幹嘛 典型的假交友詐騙手法 交友詐騙要對方買點數繳保證金 不配合就傳恐嚇訊息 讓對方害怕 類似詐騙手法層出不求 繳朋友之前還是得多加留心 近新聞謝嘉玲 陳珊珊彩虹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